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股市场的三级报行情 近期11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预增超过200% 引发市场热议 红塔证券、ST天邦等个股表现尤为抢眼 股价在短时间内联创新高 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央行及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 旨在通过绿色金融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加大对环保项目的支持力度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展现出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最后我们将带您关注第136届广交会的盛况 境外采购商的踊跃参与 以及新通道的开通 使得展会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A股市场在三级报行情中持续升温 众多上市公司纷纷发布业绩预告 显示出亮眼的增速 特别是红塔证券和ST天邦等公司 在短短5天内实现了三次涨停 成为市场的焦点 根据Choice数据 已有94家上市公司 发布了2024年三级报业绩预告 其中11家公司净利润同比预增 超过200% 国行远洋以1072%的增速领跑 半导体行业的经合集成和维尔股份 也表现出色 分别实现744%和515%的净利增长 随着行业景气度回升 经合集成的产能满载 维尔股份则因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需求复苏 而大幅增长 央行与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强调绿色金融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 意见中提出了19项具体措施 涵盖了对重点领域的支持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 特别是要加大对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项目的金融支持 推动金融机构 在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等产品的创新 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通过建立项目库和完善政策保障 确保金融资源能够有效支持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网易的另一篇报道提到 第136届广交会即将开幕 展客商的参与热情高涨 截止到目前 已有超过12.5万名境外采购商与注册 展品也陆续入境 广州海关为保障展品顺利通关 推出了一系列便利措施 包括助会监管免担保和进口食品的便利政策 这些措施旨在提升通关效率 促进国际贸易 助力广交会成为全球展会的重要平台 来自多个国家的展品将为广交会增添更多国际化的色彩 展示中国的制造实力与创新能力 央视315曝光半年后 百合家园在线 诱导消费 退款难乱象 网易报道指出 这家知名婚恋平台的退款流程复杂 且虚假宣传层出不穷 消费者在购买高价婚恋服务后 往往无法获得承诺的结果 郑辰 华明在平台上花费1999元的购买 人工相亲牵线6个月服务 却被推销高达2万元的结婚宝 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被引导支付 超过13万元的额外费用 更令人失望的是 退款请求在多次尝试后 仍未得到解决 显示出平台在处理消费者权益方面的 无能和不负责任 与此同时 网易还提到另一名用户邻家 华明在百合家园平台上 遭遇了自动续费的困扰 尽管他的账号早已注销 平台却依然持续扣费 导致他在2016年至2024年间 累计被扣款高达5000元 且至今仍有近1000元未能追回 这一系列事件 揭示了百合家园 在自动扣费和用户管理上的严重漏洞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 令人对该平台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在技术领域 网易报道称 随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策推动 超高清频道将在2025年底前大幅增加 超高清视频将逐渐成为主流 超高清视频以4K或8K分辨率为基础 能够提供更加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 广泛应用于文化娱乐 安防监控等领域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将推动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 满足人们对高品质视听节目的需求 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和数字经济的繁荣 创造新的增长点 网易 社保基金自2000年成立以来 年均投资收益率高达7.36% 累计投资收益达16825.76亿元 成为投资界的YYDS 2023年 该基金实现投资收益250.1亿元 投资收益率为0.96% 社保基金的投资决策 基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持股行为积极引导市场关注价值投资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到2023年末 社保基金的资产总额已达到30145.6亿元 境外投资也有所增加 显示出其在优化投资结构方面的努力 网易 猛牛第四任总裁卢敏 放于10月10日辞去所有职务 标志着公司高层的又一次变动 卢敏放曾提出的 2020年营收 市值双千亿元目标 至今未能实现 且猛牛与伊利的差距不断扩大 2023年 猛牛营收为986.2亿元 离千亿元目标相差甚远 业内人士指出 猛牛的奶粉业务短板明显 而近年来的多项投资并购 也未能带来预期的业绩增长 未来猛牛需要加快产业体系调整 与技术创新 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网易 高职医用耗材集 才自2020年实施以来 患者和医院都受益匪浅 以河南省洛阳正谷医院为例 宽关节甲体的费用 从8万元降至3万元 使更多患者能够接受手术 医院的手术量也显著增加 医生表示 集采后的耗材质量并未下降 反而降低了手术风险 与此同时 参与集采的企业 也获得了发展红利 销售额大幅增长 显示出集采政策 在降低医疗成本 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双重成效 网易 长山北明的股价 在近期经历了显著的上涨 尽管其业绩表现 却显得相当低迷 股价突破17元 市值达到282.8亿元 主要受市场回暖 和华为概念标签的影响 然而 该公司在过去8年中扣 非净利润持续亏损 2024年上半年 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降 软件和纺织双主业的表现不佳 尤其是纺织业务 大幅拖累了整体业绩 尽管长山北明计划 通过玻璃纺织业务 并引入新能源 及智慧城市相关资产 来改善业绩 但其商与减值风险 和财务指标的恶化 仍然令人担忧 未来 长山北明能否扭转颓势 值得市场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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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